OK 今天给大家说一下又是一个行业新闻 最近新闻有点多 葡萄牙本来是说今年就是确定要关闭投资买房的政策了 提金保留 结果总统现在不是在外面度假吗 突然又说 哎呀 这个东西好像有点违宪 对吧 我们可能还要重新的斟酌 所以买房移民的政策先保留 但是能保留多久 现在没有人知道 我们预计两个月应该是能坚持住的 因为他如果说再要进行投票跟讨论 再把它变成法律颁布下来的话 至少需要两个月的时间 所以现在葡萄牙买房移民等于无缘无故的续命了两个月 至于两个月之后会怎么样 没有人知道 很多人说他是不是就代表以后法案就稳妥了 就没事了 并没有 对吧 塞浦布斯曾经还搞过这个事呢 大家记不记得 三年前塞浦布斯总统还说 对吧 我们现在要加强审核 我们现在还是要保留买房移民的政策的 只不过我们把捐献的额度多调一点 对吧 200万变成了215万 但是刚说完这个没多久 对吧 11月 不是 10月13号 当年的 就6月份刚说完10月13号 直接关停 对吧 也就过了4个月的时间 所以很多时候的话我们不能赌 我建议所有的想走这个渠道去葡萄牙继续拿套 环境签证的朋友的话就得赶紧的电话打起来了 对吧 选选选你的投资标的 当地生的好东西已经不多了 因为在今年年初他宣布有可能关停房产类之后的话 当地的所有开发商基本上没有再开发新的楼盘项目了 就针对买房移民的形象几乎没有开发新的项目了 那么本身重要城市的这些个核心的物业又不能买 对吧 像里斯本 波尔图 还有沿海地区的这些住宅本身就不能买 所以他本地的这一些我们可供选择还能用于移民的这样的一些房产 现在是少之又少 少之又少 所以基本上能捡到什么漏就是什么东西了 也没有太多挑选的空间 目前的话南部阿尔加维的酒店还有一些名额 JWP的好像已经卖完了 然后还有另外几家的 KM的好像还有一些 然后就是中部爱乌拉 爱乌拉的酒店好像还有一些份额 然后剩下的基本都不多了 波尔图好像还有一个酒店是公寓 忘了是哪家开发商的 到时候我们可以回去看一看 那么说一下现在的整个的欧洲的这个大环境的我们预测在今年的下半年到明年以后会完全变成基金的时代 注意啊什么叫基金时代 铺太亚买房啊 不知道杀兽关 然后呢希腊买房又涨价 对吧 今年我们希腊的这个房产 从25万直接升到50万了对吧 没升的地区只剩下笔岗了 还有剩下两个区大家是不会去买的 那这样一来的话呢房子就变成越来越贵 那加上土耳其啊 sorry 土耳其是去年涨的对吧 土耳其去年是25万涨到了40万 大家会发现啊欧洲的这些个买房移民的国家要么就关停了啊以前的塞克鲁斯 呃现在的葡萄牙要么呢就涨价了 有没有一个标准化的移民产品能够让移民政策就这么一直延续下去 并且不会老折腾我们这些移民中介呢 有基金产品是可以的 要不是阿尔兰把这个基金关了 现在所有的欧洲项目基本都可以用基金的玩法去去一直持续下去 首先呢 葡萄牙的50万基金是不受影响的 说是怎么说啊 但但但我也不敢保证就说暂时看来吧 暂时安全 希腊的话呢 基金是40万 然后土耳其基金50万 对吧 那这样子的话呢 基本上希腊土耳其跟葡萄牙以后在不远的将来 我敢说 就不会有那么多人去买房了 首先你买房 这俩数字挺老贵的 不是开玩笑 你在希腊你50万买 买啥房啊 你50万都快能买别墅了 对吧 你不是买公寓了 土耳其也是 土耳其一个伊斯坦博现在的均价也才2000多呢 3000美金都还没到的一个城市 你40万美金你得买多大的房啊 对吧 而且的话呢 这些地方的房子的这个 呃 甚至还是 前面几年已经飙了几倍了嘛 希腊已经涨了百分之二三十了 对吧 土耳其是直接涨了百分之三百多 占据百分之四百 因为它的这个里拉下跌 然后它迅速拉升了这个本地 呃 房价按里拉提算的这个上涨 所以这样一来的话呢 我们在一个波动很大的市场当中 如果不想投房产的话 那基金就是一个非常棒的选择了 首先基金它是不怎么会亏的对吧 每年给你保证一定的收益还 第二的话呢 呃 基金它更加的 模块化标准化 它不需要你去太多的去关注 比如说会不会买到这个有坑的房子啊 会不会脱离它实际价值 因为基金的话它报表是不可能造假的 对吧 这些国家 它这些个会计师后 它也不敢拿自己的这个牌照来当赌注啊 毕竟这个金额并不是很大 你要说两三个亿的基金 那有可能玩一把刺激的就跑了 那几十万的 我觉得应该还是不大会有这么多人去 去那儿走险 那么第三的话呢 就是这些东西可以迅速的降低 你们去考察的成本 以及我们去开发的成本 因为有一个这样的东西 那我们基本上每天就卖同样的就行了 如果说是房子 哇 今天考察完这个爱伍拉 明天又要跑布尔图 大后天跑这个二加围 那个开发成本可不是一般的 注意啊 这些开发成本最终还是会转嫁到消费者的身上 羊毛出在羊身上 不要以为我们去考察一大学 好像就对消费者就更好了 其实这些东西都是前期的开发成本 所以的话呢 大家有空的时候关注一下吧 就是这一些基金类的产品 对吧 研究一下他们的投资逻辑 看看他们投资的标记 毕竟本来这些基金也是投本地房地产 但是要比你一个人买房 是不是风控就好得多了 对吧 这些风控它可是专业的团队 他们不大会把这么大一只基金 投到一些不赚钱的项目上面的 因为毕竟他们中间也能抽成 一个基金管理公司最大的收益 就是我答应你的那部分给你了 剩下我赚多少你别管 对吧 我只给你看这个报表 你看到是正面数字就可以了 所以这样一来的话 其实你把它看成是一个存款项目 也不妨 而且什么时候都可以拿出来 不用担心这些东西流动性比较差 对吧 有的时候卖 你还不一定马上就能卖掉 当然可能亏连你是可以很快卖掉 但是想原价出的话 可能会比较困难 那么这一些的话 它有些是有固定的推出周期的 你自己选定一个到手推出就可以了 那么今天先说这么多 我们下回再见 接着 我们下期再见